我们学校一直持守着以交为本 慎德纳人的办学宗旨 面对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 我们都遇到不少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我们都能够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心态 关爱我们的员工、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 体现以家庭为工作的核心 营造关爱互助的氛围 让他们感受在学校就好像在家里一样 并透过家校合作 一起建立充满幸福感的校园 我们非常重视每个员工的感受和价值 所以我们也做了不少团队建立的工作 肯定每个员工的贡献和付出 感染他们去爱和欣赏我们的小朋友 将这个正向的氛围扩散开去 我们都在校本课程中 浸入了正向关爱的文化 老师在课室里也做了棵爱心树 将小朋友一些具体的好行为 写在爱心纸上 小朋友在不知不觉之间 都累积了很多不同的好行为 于是我们决定将这个行为 推进去家长的层面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请家长 将小朋友的好行为写在这本 《爱心欣赏记录册》里面 希望鼓励家长多些具体地 欣赏小朋友的好行为和好表现 并且将这个欣赏变成习惯 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在课室设立了儿童信箱 小朋友可以在自选活动的时候 写信给教职员和同学写一些感恩的说话 又或者是画心心 培养他们关爱和感恩的态度 另外我们在课室也设立了心情分享版 小朋友每天回来的时候 可以记录他们的情绪 同时也鼓励他们察觉其他人的情绪 当他们留意到小朋友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就可以主动关心和安慰人 其实小朋友都在学校很开心 每天的手冊都会吸引他那天 在学校有什么情绪 基本上我看全年都是大笑哈哈的人 他回来学校好像在家里 又安全又开心又学到东西 这不是一间学校那么简单 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个好伙伴 学校除了在教职员 小朋友和家长的层面 分别进行了不同的关爱行动 在新常态之下 他们不单止是接受了关爱 我们还会鼓励家长和小朋友 多些以积极正向的态度 面对着不同的改变 学校就给了很多图公包 还有拍了很多不同的影片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口罩下的微笑 那幅作品 当时就是想去波波厕黄 所以就在口罩里做了一些波波和自己 因为我想去疫情之后去波波厕黄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有意思的 以前可能每天去做的东西 原来因为疫情他们真的做不到 让他们学会到珍惜这件事 他们又不会觉得很不开心 他们都是很笑着面对或很乐观 这个作品可以令他们对美好的东西 和对所有事都会去盼望 当他们接受了别人的关爱之后 也要学习将这份关爱感染身边的人 甚至要与学校一起将这份正能量 扩展至社区的层面 发挥互相关爱和回馈社会的精神 有一个单元主题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帮助爱门的人 老师也很鼓励小朋友 拍摄一些和医护人员打气的片段 给一些机会小朋友透过行动 去展示对他人的关心 除了让小朋友和家长得到正能量之外 学校更加联同另外四间分校 在沙田大会堂展览厅举行幼儿艺术联展 目的是为小朋友提供平台 向社区人士发放正能量 同时亦为小朋友剃造快乐的经验 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们学校创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 正向健康粗主题曲 鼓励小朋友和家长 每日以轻松愉快的心情 进行健康粗 养成多做运动的好习惯 推动全校正向身心的氛围 我们很希望可以好好装备 我们的小朋友和家长 纵然遇上疫境 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 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 积极面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挑战 希望将自强不息和互相关爱的精神 向外推广 感染更多的人 season of the day 好 Yay!